大家好我是金珍 我是金瑜 歡迎來到本週的北劍火力頻道 我們今天又要開吃啦 今天要開箱的美食是什麼呢 法國麵包 大家來到桃園的時候到火車站 後站出來一定會看到很多越南美食店 其實那邊東南亞都非常多 對就是泰國 印尼 越南都很多 對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呢 是越南法國麵包 它其實不是單純的法國麵包 是裡面通常都會加烤肉啊 或者是他們會有醃漬的蘿蔔生菜等等的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四家法國麵包 那我們就開吃囉 那我們今天要吃的第一家 金玉越南美食 其實我覺得法國麵包看外觀 你沒有切開來 你都會覺得它長得差不多 那我們今天吃的金玉這一個 是全部裡面看起來最小一個的 欸它裡面包的這個肉好特別喔 它也沒有包香菜 有有香菜 然後有白蘿蔔 紅蘿蔔 小黃瓜跟 這應該是豬肉 但是它的這個肉是有骨頭嗎 我吃到好像疑似骨頭 不可能吧 其實一集會噎死了一集 我覺得它的肉很特別欸 它是有調味過的肉欸 應該是煙燻之類的肉 然後黑胡椒 火腿叉燒 然後這不知道什麼東西 肉丼 雞肉 招牌醃製的紅蘿蔔白蘿蔔 小黃瓜跟香菜 還不錯啊 雖然小小一個 但我覺得味道是夠的 因為它的肉有醃過 但我覺得這種法國麵包就是 你買回家你不能放太久 不然它的那個麵包會輪輪 因為它裡面有抹醬 所以它的麵包會濕濕的 所以最好是買的當下馬上吃 但我覺得這個還不錯啦 還不錯蠻好吃的 味道蠻好吃欸 接下來要吃的第二家 越南法國麵包工藝 這家很特別 這家就是純賣法國麵包 它其他越南料理 就蓋不賣 它只是賣麵包 而且它有批發欸 它寫說批發零售 美日現做 有可能其他家的麵包 是出自他們家的 對 你這個切下去完全就 那個酥脆度 這個超大 然後超厚的 這家裡面的配料也是 白蘿蔔 紅蘿蔔 香菜 小黃瓜 然後還有兩種肉 它的麵包超脆的 而且我們已經買了一陣子了欸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它的麵包 可以單獨批發 它的麵包是好吃的 是脆的跟香的 它有一個麵包香欸 剛剛第一個沒有 這樣比較就知道了 而且它沒有 第一家那麼軟 就是你咬下去會有點咬不斷 這家比較脆 所以它咬下去就是 比較順可以化開來 內餡的調味的話 我比較喜歡第一家欸 其實它的調味其實我覺得一般 但這一家它的烤肉 它夾的烤肉味 比較重一點 我又餓了 我覺得好好吃喔 它的麵包是好吃的 那第一家是我覺得它裡面的 東西綜合起來 調味比較適中 然後第一家有加黑胡椒 這家就沒有欸 它的肉就沒有特別醃過 接下來要吃的第三家 品樂小吃 這家應該算是 還蠻多團人會知道 因為這家在南門市場的門口 去排隊的時候 等超級無敵久 而且它隱身在市場的角落的感覺 它其實 對招牌很不明顯 但是我們去的時候 是甚至它還沒開門 就已經有人在等了 我覺得它的麵包是好切的欸 欸它這個是有加辣椒嗎 對 我有叫它加辣椒 我想說吃一點不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加辣椒的關係 有點吃不出它的調味 有可能欸 被辣椒味壓過去 肉的調味也偏淡 但是我覺得它的蘿蔔 比起前面其他兩家 加的算少的 口感沒有這麼的豐富 然後它的肉也是 都沒有特別醃過 就是很單純的肉味 很原味 對 接下來要吃的最後一家 紅竹粵食館 這家在大興路上 然後算是大友商圈裡面 還蠻有名的一家 嗯 喔它的肉 很明顯的就是 很大塊 這家它是加那個排骨 烤肉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吃到的都怎樣 就是我覺得越南料理 他們都會把排骨 烤得非常無敵 乾 跟肉乾一樣 很黑 喔 那個酥脆度 喔這個也超脆 我喜歡它的蘿蔔 它它的麵包雖然切下去脆的 可是其實吃起來 對喔 吃起來是軟的 然後它的肉 雖然看起來有醃過 可是我吃起來 沒有吃出什麼特別的味道欸 它純粹是烤比較久的嗎 純粹長得比較黑而已 好我們今天吃完四家 桃園的越南料理 其實它有很多間啦 但是有些我們碰巧去的時候 就沒開 所以就沒有買到 金玉你今天吃完了四間 你最喜歡哪一間 我們一二三一起選 好 一二三 金玉 我們兩個今天選了同一家 因為它算是麵包適中 然後裡面的調味整個 綜合起來 吃起來是最好吃的 對 真的有差欸 但我不得不說越南法國麵包工藝 畢竟人家叫麵包工藝 對 它的麵包真的是不一樣 對 它的麵包真的是咬下去會香的那一種 而且它這家還有一個優點是 它有超多口味 它口味應該有二十種有喔 對 因為像其他我們三間去買的時候 我們就是很簡單就是點越南麵包 對 它沒有任何選擇 對 因為畢竟它這間就是專賣法國麵包 所以它裡面有非常多的調味 就是你要什麼肉啊 都可以讓你自由選 甜的 鹹的都有 喔 有甜的 超酷 我有聽到有一個客人點奶油 什麼 它其實裡面沒有任何肉 對 它就是吃甜的 它其實就是在吃法國麵包 對 它就是賣它這個麵包啦 紅竹是因為它的肉太乾 紅竹我常吃它的排骨米線 它的排骨本來就長這樣 我大概吃到 但這家的麵包是真的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好的 我們今天雙筋開箱美食 就到這邊結束啦 大家喜歡吃越南料理嗎 還是會像我一樣就是很想吃 但又不敢走進店裡 對 而且有些懼怕香菜的可能不敢 喔 對 我們在買的時候 還有遇到有一間就是我們走進去 整個無法溝通 對 因為其實他們賣的 應該大部分都是越南人 對 因為在桃園後站那邊 比較多的都還是外籍一工 所以我們就是台灣人進去 可能甚至語言不同 有點麻煩 這時候如果有中文菜單 就會覺得 So sweet 對 就跟它比 this this 哈哈哈 好的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追蹤喔 那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 可以我保佑